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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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呢 在精神上呢 就是每天感谢新的一天的开始 新的阳光 新的空气 听一段圣经 然后送孩子上学 回来的时候 我在断念的时候 听一些非常美好的音乐 然后继续学圣经 每天哪怕是有一句话 对我来说 那都是很大的能量 因为我很烦恼的事情 我都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答案 这个能量是爱的源头的那个能量 当你充满爱的能量的时候 你就想给你 把你的爱给出去 而不是说我今天出去去索取爱 我要等别人来爱 别人爱我了我就高兴了 别人不爱我可能就很沮丧 去赞美 感恩 再从那个地方得到你的能力 那是非常的重要 再高大上的问题 再难的问题 我们都去简单的思考 简单的回答 简单的行动 所以就两点 锻炼好你的身体 爱抚好你的身体 圣经说 身体是神的电 也是神给我们的最大的能力 然后第二呢 在思想上 虽然每个人都要有个信仰 就是这个信仰就是你来这个世界上 是干什么的 现在科学也验证了 这个世界不可能随意碰撞出来的 它肯定是一个高于人的 这个神创造的 圣经说得很明白 世界万物 包括我们的人 都是这位神创造的 在我的心里面 我首先有了这个信仰 我知道 祂与我同在 所以我每天向祂祷告 我所有的烦恼 我向祂祈祿 祂就给我力量 人很脆弱 人很软弱的 有祂是我们的依靠 是我们的盘石 所以我在这边说的时候 可能很多人不理解 但是你一旦有了自己信仰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 我真的是祝福大家 每一天都能够幸福快乐 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记录美好分享